前些天我们从北京来西安 办这个房子的过户手续 今天算了一下已经将近10天时间了 但是还没办完 因为现在流程是 等待这个客户向银行申请贷款呢 今天早晨收到北京的亲戚 给我发的消息说 我们最近就是办完事了 也别着急回北京了 因为好多人都感冒发烧了 他们一家子也全都发烧了 就是身体不太舒服 就意思我们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 可以现在在西安多待待 听到这个消息 我心里还挺难受的 没想到就是身边的人会有这种 不舒服的症状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 就是说北京有的感冒退烧药 不是很好买 然后我想着西安这边情况能好点 等会我准备跟大伟去药店看看 看能不能买点感冒退烧药 止咳的 然后给他们发快递寄过去 这样家里囤点比较方便 忙完了吗 走吧 去药店买药 走 咱们要么直接在西安过年则了 不着急回去了 但是他们回去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边的经纪都交了 我们跟北京的售罗部 约的是春节之前 要交起80%的首付 要签完剩余的合同 然后拿钥匙 要没有这档的事 我们真的就踏踏实实的 在西安过完年再回去了 再说回去也没事 就是感冒发烧 他过几天他就好了 戴好那个N95口罩 做好防护 少出门 有重要的事的情况下 该回去我觉得还是得回去 咱们就是可以晚点回去 看看情况 谁说就是发光之后也不严重呢 现在 平常心对待 我们现在去药店看看 我们小区门口有两个药店 小月现在进去就问去了 刚刚在我们小区门口的药店问问一下 布末坤 莲花清瘟 还有退烧的美林都没有 买不到 然后买了一些其他的质感冒的 清热纸盒的 就先挑了这么多 他最近再问问有没有退烧药 是不是没有退烧药 刚刚又问了一家药店 那集中买不到的药也没有 就先拿这么多吧 来我妈 我爸这儿 我爸我妈今天生气也不怎么舒服 他们切了点肉 在这儿放着呢 我今天在厨房做扫子肉 妈 你会露出在哪里 看我妈走起路来有气无力的 看看这一锅扫子肉 他吐吐一下 今天尝尝大伟的手艺 大伟版扫子肉 看能不能做出我婆婆的味道 你还挺能够的 在北京看我做几回 现在自己都能长勺了 今天我们炒的菜是 豆角胡萝卜土豆 香豆 还买了点磨 等会儿加入加磨 现在是扫子肉的最后一个步骤 放点辣椒面 放这么多 香喷喷的扫子肉出锅了 今儿大伟手艺不错 我就最后放了个辣椒面 剩下都是你弄的 看着挺香 这是吃面条的菜丁 陕西人一般用这种 像什么呀 素扫子拌面条 再加上扫子肉 今天我们吃的是麻食 我是干麻食 煮了这么多豆盐啊 你们俩出来吃饭了 吃肉夹馍麻食 我不吃 可乐洗洗手间吃肉夹馍 我不吃 我夹馍 可乐你吃麻食 我不吃 看看陕西的麻食香不香 多放点扫子肉 妈 放好了 你们要不出来少吃点 热点肉夹馍 我姑姑婆婆今天俩人都不太舒服 好像是要感冒的那个 先找说身上没劲 那你俩在这躺会儿 好好歇会儿 对 热几个馒头 陕西把这种馒头叫什么 蒸馍 肉夹蒸馍 软软的馒头 给那家孩子加点 扫子肉 特别香 果果可乐 肉夹馍好了 我不饿 可乐老实 我不饿 果果 果果你先吃 吃完饭以后 我又来小区旁边药店 又买了点药 就是买不到推烧药嘛 就买了点推烧贴 然后买了点 止咳 那个糖浆 还买了点这个双方脸口不叶 我觉得这些药应该够了 刚刚我们从网上下了个单 等会儿快递过来收 今天花了800块钱 买了这三斗药 我们自己留一个 然后这两个给北京亲戚寄过去